就是我刚刚进Goodnight的时候 其实我的研究有告诉我 我们是马来西亚品牌 是不是考虑哪一些外国的品牌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制造 来推出市场 因为市场人就比较喜欢外国的品牌 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坚定 我们马来西亚的品牌又怎么了 我们马来西亚的品牌 我们不可以踏出整个东南亚嘛 因为品牌是人家打造出来了嘛 对吧 你从销售去到营销 营销去到信仰 什么叫做信仰 信仰就是人家信任你 信任你这个品牌 信任你值得信赖 能够长远的服务我 然后能够长远给到我好的方案 这个就是信仰嘛 所以我为什么敢喊出这个口号 要踏出整个东南亚 就是我对我们自家品牌 马来西亚品牌是特别有信心 我们肯定会一步一脚印 踏出整个东南亚